新疆巴音锅棱蒙古自治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是我国最大的高山草垫草原 最近这里的牧民为五千多匹马而举行了成年礼 这个延续千年的传统 也是当地牧民庆祝牧业丰收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两天巴音布鲁克草原天气情好 牧民们赶着自家的马群聚集到伊克扎嘎斯台牧场 用长长的套马杆将充满野性的小马捕获后 在马驳上系上象征吉祥的哈达 在马额头上点上象征幸福的马奶酒 再为他们细心修剪马踪和马尾 最后由德高望重 奇数精湛的老人 为他们落上马印 庆祝马儿进入成年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 给马打印记的习俗由来已久 早在几千年前 为了便于区别部落 家庭以及个人的牲畜 当地的蒙古族牧人都会在春天 用烙铁在一至二岁的小马身上 烙上印记 有了这种印记 牲畜就不会混杂难分 走失后也可以凭印记找回来 打马印这一天不仅是小马的成年礼 也被牧民叫做马儿的丰收节